今天要開會的徵收區內的居民 他們特地一大早從大園、從爐竹來到這邊 為什麼? 因為他們去年底很多參加土生小組的會議在上面陳情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獲得地震師或虛地機關正式的書面回覆 到底他們陳情意見怎麼樣被處理 我們昨天一再呼籲內政部花次長 航空城計畫應該要比照設置島 他要求設置島要做足戶的安置狀況的列車 才能省土地徵收 航空城這邊我們要求他要比照辦理 為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這些鄉親 你如果沒有做足戶的清查列車 這些人的狀況都不知道 他們的訴求有沒有被處理 有沒有辦法被處理 沒有人跟他們講 所以內政部你本來對台北市這個案子的要求是正確的 請你也在航空城這邊也要比照辦理 今天是這些鄉親 剛好有機會知道要開會 所以才知道要來 那其他地方的人呢 我們相信有更多的問題存在 所以我們還是再次強調說 安置要有足戶的清澈 才可以來審議土地徵收 否則後續衍生的社會問題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好 我們等一下會要邀請我們的居民來發言 那在居民發言之前 我們要再次強調 包括居民的代表包括民間團體 其實一再的講說 航空城計畫還有相當多的問題 我們呼籲要趕快重新檢討這樣的規模 然後暫緩申收 我們先請跆拳會的余余嘉專員來講一下 我們這個之前緊急發動連署的狀況 我們在就是4月15號的時候 在環保署說要進行公民告知的時候 我們同時也發起了網路上的連署 那我們的連署呢 其實有五個 我們認為航空城計畫至少還有五大爭議 第一個爭議呢 是關於在就在第三跑道的位置旁邊 會有個沙輪油庫 那沙輪油庫呢 它其實就是供應北台灣最主要的原油的來源 但是在環平的這個階段 它其實對於整個風險的這個處理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足的 所以我們認為基於這個非安跟公安的理由 其實沙輪油庫應該要被檢討 接著我們認為呢 大規模的徵收是完全就是沒有做所謂的影響評估 也就是我們從昨天到今天都一直在強調的 社子島的 花次長對於社子島的標準是要提出 台北市政府必須提出就是安置計畫的清策 但是航空城卻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那其實最主要原因也就是因為 生活在上面的人到底會受到什麼樣子的衝擊 其實目前官方是沒有相當的資料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還有五個開發行為是沒有環平就即將要徵收的 這也是與法不合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徵收範圍其實是過於的腐爛 也就是說從過去不管是自貿港區的需求 商業區或者是住宅區我們不斷講說 商業區的部分它是直接違反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辦法的第31條住宅區的部分就是要蓋大豪宅給大家住 其實最主要的我們抗議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 所以現在上面就是有住人 我們就是要用他們的家園來換這種虛幻的發展的想像 那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所以呢然後再來最後就是當地其實有非常多的爭議 至今也都沒有解決 那我們這也是我們發起就連署主要的原因 那目前呢我們有包含就是80多位的學者跟法律界的專家 也希望就是呼應我們的訴求是希望讓蘇院長來出面來暫停說 航空城的計畫不要繼續再進行 而且要重新來檢討這個航空城的各項爭議 也包含就是縮減需求的部分 謝謝 好謝謝一家 那這個案子到其實最大的爭議就是 隨便沒有必要性的徵收這麼多這麼大的土地 但是這些土地上面就是我們這些鄉親生活的家園 好你沒有需求擴大徵收這麼多的這些這些人的家園 就是讓他們將來可能會流離失所 好所以我們這個連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呼籲 行政院可以出來跨部會協調 好趕快檢討這個規模沒必要的就不要收嘛 為什麼要讓這些百姓這樣子平白無辜的受苦 好所以我們再來會邀請 我們等一下會先請環境法律人的徐孟平專員來 先大概解釋說今天有哪些地方的居民來要求剔除 我們先請孟平 然後等一下會請我們一些居民代表發言 好各位媒體記者好 我在居民發言之前我先幫大家重整一下 整個計畫範圍就像我這個球舉牌一樣 它總共大概就是3000多公頃 那今天要審議的部分是2599公頃 而上面這個圖釘是我們現在已知的 有在訴求居民的 有在訴求剔除的居民的位置 那也就是我身後這一群 今天一大早就從桃園趕上來台北的居民們 那這些居民呢 機場專用區 交通部的機場專用區跟台灣市政府的附近地區一起 都有都有 那包含什麼 包含我們也跟我們走過半年多來的輪載後地區 那還有在跑道附近這邊也有 那跑道邊邊的 這個這種應該可以剔除的 他們到現在還在計畫範圍之內喔 那只有非常小的一戶 在計畫邊邊而已 根本就沒有遵受的必要 那還有我們爭議很大的 這個自強社區 自強社區在832的時候 基本上整片都是住宅區 後來就突然變成 那種 住宅區跟廠二區混雜的地方 這樣的話根本就沒有辦法住人啊 而且 當地的剔除的狀況也非常的奇怪 我們等一下可以聽一下居民怎麼說齁 那還有這個藍色圖釘的這邊 還有我們三塊錯莊 之前停證剔除的一百二十七公頃的 紅珠里三塊錯 大概就是下面這個三角形的地區 但是在這個邊邊的三塊錯莊 還有非常多的居民 他們是訴求要剔除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有剔除的 那這邊是我們現在已知了 但是整個航空城 三千多公頃喔 還有非常多的地方 有很多居民都在訴求要剔除的 我們希望這些居民 聽到了今天這樣子也可以勇然站出來 跟我們繼續一起保護你們的家園喔 謝謝 很好 讓你們來化個口號 那我們今天有包括輪宅後旁 治牆社區 殺他類處徵 還有我們坑口 都有很多的居民來這邊 就代表說 這個案子反反覆覆 有的時候剔除 有的時候納入 都其實計畫本身沒有變 根本沒有必要性 所以我們等一下邀請幾個居民代表 來表達他們的心聲 我們先邀請這半年後 一直在持續 持續成情的這個輪載後考的 李玄信大哥 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好 我是 海口里的居民 我要在這裡強烈表明 要從輪載後聚落的徵收中剔除 我們一家人都住在這邊 我們的家原來沒有在徵收範圍內 卻在輪載後聚落成立自救會 北上成群 他們要求要徵收 我們卻無意境的被連帶徵收 劃入範圍內 此乃不符合公平正義 我們是在這裡的做法 違反人權 生存權 還有居住權 我們家不屬於輪載後聚落 況且與輪載後聚落 又隔了一條馬路 航空城說了這麼多年 第三跑道也說了這麼久 從來沒有 說要徵收我們家的房子 才能做 明明不徵收也可以做 第三跑道 所以我們全家堅決反徵收 反搬遷 謝謝 謝謝 謝謝呂大哥 那我稍微說明一下輪載後的情況 輪載後聚落從圖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832次都市計劃審定版的時候 它其實是沒有被納入徵收取的 也就是說當時的那個狀況之下 是認為輪載後的部分是沒有公共建設的必要性 那事實上從832到940經過這麼多次的審定版的過程之中 我們最主要的建設 也就是第三跑道還有相關的機場設施的部分 是完全沒有跟動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認為其實輪載後地區 也包含我們輪載後旁邊的這些住戶 他們的徵收其實是完全沒有必要性最主要的來源 而官方甚至講說 因為他們噪音太大而需要被徵收 我們也認為其實噪音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可以徵收的必要性的來源 那我們接著要請 我們再來請自強社區的吳明哲先生 我們各位記者先生 你是大家早安 我們很不希望常常來台北 因為我們很累 我們是住在自強街跟父親街 這個社區在民國67年因為搶建 有部分是有執照 有一部分是沒有執照 而這邊的人幾乎都是在機場上班 當時台北下去了 現在年紀都很大了 有的甚至八十幾歲 有的像我最年輕的也到六十幾歲退休 然後現在政府 把我們強制徵收這一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當時在民國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我在台北那個都委會最後一次審議的時候 跟那個林主席報告以後 他考慮到我們多一些年紀老脈的 所以將負心街到自強街負心街移動 化為住一住二住三 然後之後旁邊的沒有房屋的化為商業區 在一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九號八三二定案 然後在一百零四年 正門鎮市長當選民心市長之後第一任 他為了民憑航空城能快速來推動 他在整個區域喊出口號 願意徵收徵收 不願意徵收就保留 這個是市長為了要讓航空城來快速的發展 然後從一百零四年到一百零六年 舉行了二十六次的庭政會 然後在一百零六年 執行最後的辯論論 這個辯論論是法律有效能的 是市政府以交通部所舉辦的 然後在一百零六年的八月 八月公佔維持八三二一百零三年的案 很厲害的一百零七年 民航局透過台中分屬 說這個有陳情 少數人陳情李嘉宏等少數人陳情 也就是跟中介公司結合以後 要求徵收 那既然市長講說願意徵收 你就把這三個人願意徵收 你就化為徵收 其他應該保留 但是不是整個大換盤 整個大換盤 一百零七年啊 我向總統陳情 總統要所有單位回答 然後單位啊 台中分屬推給民郎籍 民郎籍推給台中分屬 然後內政部推給民郎籍 市政府也推給民郎籍 是他們所提出來的 然後我不知道 國家法律是什麼搞的 你既然講好是辯論 會有終結的案件 案件可以大翻盤 我們所有居民沒有要求什麼 我們只要維護 這個832103年的案 我們這個地方也沒有必要性 也沒有急迫性要徵收 只為了什麼 因為有仲介公司 在我們自強街 副新街買的騎林地 因為我們道路 當時在八十幾年 九十幾年的時候 我跟新郎建設公司 談判之後 我說你要把道路 劃給我們住宅 因為你沒有劃給我們住宅 萬一有一天 我們道路會形成多種障礙 所以我們整個 自強街跟副新街的道路 變成騎林地 我也有質問 對面也有質問 隔壁有質問 但是有的住戶 認為道路 是應該建設公司提供給我們 所以他們沒有買 最後 在航空城 要推動之前 因為林先生 以仲介公司 喜先生 在我們把整個地區的騎林地 跟道路 向新郎建設購買以後 在我們開始的時候 整個航空城計畫 我們那個地區沒有被發送 因為就是有炒中這個地皮以後 透過民地代表 立法委員 在都會施要把我們整個地區 化為一個航空城 要徵收地區 所以我們在101年 我們自救會 85%以上 既成徵收 我們就發動組織 然後 請了 理事務委員 油媒體委員 幫忙 所以在103年的 7月29號 我們化為住一 住二 住三 今天希望媒體能幫我們 組織正義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吳明哲大哥 那 簡單來說呢 自強設施其實是位在整個機場的 東南角 機場的正東邊 那我們現在想要指出他們的問題是 其實早年的時候他們 黃色的這個部分是指 未來的都市使用 它是住宅區 咖啡色的部分是未來的都市使用 是產業專用區 那這裡最大的問題其實是 在整個計畫沒有改變的狀況之下 我們居民他們未來的土地使用分區 卻從住宅區變成了產專區 那這樣子的影響 是讓當地的居民 完全不可能 獲得原地保留的機會 那我們也認為說呢 以這樣子的狀態來說 其實這樣的產專區 是完全沒有必要 根本就非常難用嘛 這麼破碎的地形 到底要怎麼用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應該把他們整塊剔除呢 這是我們今天最主要的訴求 好 那再來我們邀請 村口社區的陳順福先生 記... 記者先生 小姐大家好 因為我之前喔 因為九個路線被徵縮 然後避開那個房子徵縮 所以我沒有避開房子徵縮 啊房子徵縮之後說要 開多少蓋多少 沒有 沒有地方能夠整個環境做 這種詐騙方式的徵縮方式 還有那個 福祉機場也是一樣 北方移到南方來 所以要其他地方徵縮 官司徵縮 答應我們開會 到最後是沒辦法解決 這個也一了一小時都不會 沒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這是騙我們的 大部分是在徵縮 應該政府就 公信力都沒有耶 我們一直在這樣 像西班農我們 我們房子也被徵縮了 對不對 又不給我們蓋 你看這個政府 真的太不能了嘛 它欺負百姓了吧 希望我們在這個東西喔 能企圖徵縮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我們 陳先生 好 那問題要解釋一下 呃 補充一下喔 坑口大概是這個 藍色圖頂的這個位置喔 那 我們當事人呢 他其實已經面臨過 不只一次的徵收了喔 這 航空城 基本上已經是第二次了 那整個區域裡面 就是有非常多這樣子 即便你不願意參加 整個區段徵收 他會 政府還會自動幫你 呃 劃入整個區位喔 非常的不合理 那我們 當事人也希望可以從這地方剔除 好 那我們再來邀請 一位我們在 釜心村齁 釜心段的城鎮中 來 平安你講一下好不好 簡單講一下就好 謝謝 各位大家好齁 我是釜心李雲齁 我 季節七段徵收啦 我強調季節七段徵收 本人為了航空城啊 一言難進啊 本人到台北 政府機關開會多次啊 不論過程如何啊 都是通過 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的土地啊 雖小看起來是不起眼啊 但是這是我們一生中的保護 日出我做日落我時啊 一旦被徵收啊 甚至不到半間房屋啊 半間要貸款啊 如果交不及又被銀行查過啊 這怎麼辦呢 現在年輕人啊 領不到幾顆啊 社會物質高漲啊 說實在的啊 民生問題啊 很苦啊 這是啊低層農民的悲痛 投資者有土地 有一甲地 兩甲地啊 被縱收剩下四分地八分地啊 等到卡拉後啊 分了好幾倍啊 他可以 我的如果剃除啊 我可以啊 種植農作物啊 我可以過著我 退休的生活啊 我不會去依賴別人 不會去依賴政府啊 為了航空城 我的太太啊 從一百零三年啊 航空城開始啊 他說開始啊 很煩惱 晚上不能睡覺啊 到長坑醫院啊 看帥民科啊 到現在啊 都看不好啊 聽到括號信啊 就開始難過了 怎麼辦 怎麼辦啊 已經六七年了 很多次啊 搬來啊 他痘著流淚啊 我問他 怎麼樣 他說怎麼辦 被送刷的紋 搬到哪裡去 我也稍微不知道 後來有一次 他搬了 起來 我以為他是去洗手間 等了很久 我發現不對 我到了洗手間查看 沒見面領 我查看後門 後門也沒開 查看前門 前門也沒開 但是他還坐在樓梯 在流淚 他怕我看到 他在流淚 那時我看到他 我也很難過 我也眼睛掉下來 兩人相撲走下樓梯 真的整心難看 愛來民 這種心酸誰能體會 誰能幫忙 你們官員可以到長坑醫院 去查看 他領的是什麼藥 吃了多久 他受不了這種打擊 我也受不了這種壓力 我也在吃同樣的科系藥 我們政府應該要趕快 處理弱勢農民的問題 才能把頻率拉近距離 只說不做 正式行政部門照顧弱勢農民不足 航航從頭到尾 農委會官員 從來沒有 沒有列席關心一下 只關心果農 鳳梨價格崩盤 沒有銷路 天樂不佳 立志開發不來 結果 請問特定榮愛區 被回了 沒見到農委會官員來關心 真是行政照顧不足 我們田地被中收 百分之五六十 買一包回到只補助二十元 這樣農民會好過嗎 防護如果保留 摘一盆水泥圍牆 要車掉 這是連帶關稅的 我戴一頂帽子 穿一雙鞋子 是違建物品嗎 如果那些 我有那些錢來清除這些 要再整修物回來 我去住地保就好了 何必在這裡計較 政府不能統一徵收 以上個方案處理 參加一個方案 他有盤上購 他可以 第二保留 他做的習慣 搬件很麻煩 他做的習慣 搬件很麻煩 替除因為便宜小 被徵收 換不到一間房屋 買賣無法兌換 無法達到訴求 所以有間諜剔除 要讓人民有所選擇的 不能統一徵收 有的挑一百五十斤 有的挑一百斤 不能相比 請問各位官員 航空城的有需要這樣做嗎 重要的是什麼 航空城只不過是一個設計 要給人住的 給人住的歐移 這不是國家重要的建設 國家重要的建設 是國防基地 水庫 水報 橋樑 現在桃園市空屋 空戰地 很多 沒人住 還有沒有開發 公安用地也很多 現在連口下閥 要給誰住 航空城只不過是 是在特定農業區 這是早期政府 辛辛苦苦 建設 水路 道路 設計好好的 現在要回了 一般農業區不去開發 偏偏找這特定農業區 請問各位官員 你想想 如果你們的協議 都在大學以上 受試 博士 甚至於教授 的程度 該怎麼做 你們很清楚 本人生活很樸實 沒有能力過著 榮華富貴的消耗生活 我住在處地消耗低 會變可種植農作物 可以過著我 寶貴幸福的日子 這才是我的年輕的財產 建立中央政府 不要讓地方政府 信封協議 炒作 會讓低層農民的痛苦 這建立中央政府 查查空屋 有多少 空陣地有多少 空的工業用地有多少 我表達的意見 陳述意見 希望都讓政府 能討論 我自己的七段正說 好 謝謝陳正宗先生 他花了非常多時間 整理他的訴求 我們特別讓他在記者會 把他完整的陳述文 因為 等一下我們上樓之後 每個居民也只有三分鐘 他這一整份 他不可能講完 所以我們還是 特別讓他在這裡 把他這樣的心情 告訴所有的媒體朋友 跟我們的團體 希望大家可以把這樣的心聲 傳播出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居民上去 每個人就三分鐘而已 他們這遭受到的痛苦 沒有辦法用三分鐘講完 他們的訴求 也不可能三分鐘被解決 好 所以 請大家 要務必把這樣的心聲 傳達出去 我們今天還有另外 我們 三塊座莊的居民 有好幾個來這邊 那我這邊先 就是先簡單幫 我就再替他們 簡單講一下他們狀況 好 他們是在 他們是在黃色的土坪的位置 黃色這個 當初在附近其實 當初居民三塊座 是整個被剔除 但是他們在外圍 外圍的農地被化成 以後是住宅區住山用地 好 所以沒有辦法 就還是被納入徵收 那他們的訴求 其實跟陳正宗大哥 剛剛那位大哥的想法 是一樣的 就是真的 被化入 他們其實 之後也是要做住宅區 也是要做住家 那為什麼不能讓他們的住家 就可以 一樣被剔除 好 不用再去 遭受這個 所謂徵收裡面 他到底要 原位置保留 錢夠不夠 權利價值夠不夠 需不需要貼錢 或者是會不會有什麼 別的意外 沒辦法申請 好 讓他們 一直這樣奔波 好 我們今天三塊座莊 包括這個賴先生 包括我們潘大姐 還有我們的旅家 都是 類似的狀況 好 為什麼 旁邊其實 三塊座聚落 已經剔除了 就剩下這些 這些 零先幾戶 其實也沒有必要性 為什麼要繼續 讓他們受苦呢 好 所以 包括三塊座莊的 今天也來了 好 所以我們最後 在我們上去開會之前 我們要再次強調 今天是剛好民間團體 這兩週 有去航空城區內 去拜訪一些居民 碰到大家 他們才有辦法 才知道今天要來這裡陳述 其他人呢 沒有被我們撿到的其他人呢 這樣的狀況一定還很多 航空城拖到現在這麼多年了 為什麼政府連這些 基本的爭議都沒有辦法解決 這些爭議沒解決 你今天就要透過徵收嗎 那你們就要放這些人自生自滅嗎 好 這是我們 絕對不允許的 所以我們 等一下就要上去陳述 我們這些 剔除 區段徵收的意見 好 希望 今天委員可以做出 一個明治的決定 先解決爭議 再來討論徵收 好 我們喊一次 口號好 好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進去開會 那如果大家對剛剛發言的居民的有些個案有興趣的話 想要進行部採訪 可以再聯絡台詢會的余一家專員 或者是環境法律人的徐孟平專員 我們後面都可以安排他們來做專訪 補充一下 剛剛那位就是講話很激動的陳正中先生 他自己其實 自己已經有準備了大概50份的 剛剛的陳情書 那如果媒體朋友有需要的話 歡迎找這位舉手的小姐拿一下 我們剛剛已經有把一部分先轉交給那位小姐了 謝謝